香港的替補機制是香港獨有的 香港的替補機制是仿後中國共產黨 在選中央委員或者各級選舉裏面 有一個叫做後補委員的制度 即使可能有36個中央委員 第37個就是後補中央委員 所以如果有任何出決的情況 就是第37個補償 這個是仿後中國共產黨的制度 但香港歷來行的比例代表制 是仿後歐洲式的比例代表制選舉 歐洲的比例代表制選舉的時候 如果是有一個名單出決的時候 過往的做法一般的做法都是 是在原有名單裏面逮捕上去的 所以逮捕機制是常有 但是香港政府學習一決就不學一決 喜歡採取自己想要的一部分 這個機制是不倫不類的機制 大家親自上街 反對現在香港推行的逮捕機制